高云祥案件一直以来也属于娱乐圈的一个热眼话题 相信当初事发的时候许多网友都非常的吃惊 因为高云祥拥有着非常完美的妻子董玄 夫妻啊无论是颜值或是身家都可以说是非常的匹配 外加他们生活一直幸福美满 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那么这一大家子现在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 让许多网友怀疑高云祥的脑子是不是瓦特 但是事实已经成为事实 不过好在高云祥保释案终于尘埃落定了 不过高云祥案件的另一位男主角 却没有高云祥这么幸运的 同样是保释案 王菁却惨遭拒绝 当然他被拒的理由也非常明显 首先就是王菁与受害人有着非常多的亲密接触 而且他与澳洲方面联系也非常的少 这也导致他的证词有着很大的问题 不足以让他能够成功保释 所以王菁也就没有高云祥的运气了 但是这并不是网友们所关注的点 因为大家发现最新公布的证词显示 高云祥和王菁那女子都有咬的行为 这一下可以说让许多网友都难以相信 总悬为了高云祥的案件 可以说是忙活了大半年 好 好